- 嘿,大家晚安,歡迎來到程式超級白 我是程式小白Iris,你的程式學習好朋友 - 哈囉,大家好,大家晚安,我是小白學長 - 嘿,小白學長,我這邊想問你一下,你有想要換手機嗎? - 嗯,你是說最近剛剛新出的iPhone12嗎? - 對啊,12欸 - 欸,它出了好多代欸,現在已經來到12了 - 對,有12 mini,12 Pro,12 Max - 現在12 Pro其實大家都已經開始在觀望 - 聽說啊,其實想買iPhone12的人蠻多的 - 哦,真的嗎? - 嗯,然後Pro更多了,大家都是有錢人 - 對啊,大家才藝又這麼豐厚 - 而且聽說iPhone Pro這一次又變得比較貴一點了 - 啊,有嗎? - 嗯,大概幾萬啊? - 呃,我不太清楚,因為我還沒有去做測備 - 不過anyway,回過來就是iPhone12這件事情啊 - 其實現在因為蠻多人在預購了 - 如果聽眾他們現在也在預購的話 -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一下說 - 你自己為什麼會想要購買iPhone12 Pro - 對啊,對啊,然後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談的就是說呢 - iPhone12究竟是紅還不紅? - 或者說iPhone是越來越走下坡呢 - 還是經過iPhone12就可以一泡 - 而也不是說一泡紅,就是說能夠一飛衝天再來一次 - 欸,所以像小白自己的話,你自己是用iPhone嗎? - 我是用,對,我是用iPhoneX - 你是用iPhoneX? - 對,我用iPhoneX - 是那個最新一代就是開始有這個臉部辨識的機種嗎? - 對,我們當初是看到說 - 它有臉部辨識就是很旋炮之外呢 - 還有它的那個拍照功能好像也不錯 - 所以我就想說我剛好要出國 - 然後需要一些美照 - 喔,原來是這樣子是不是? - 那真的很需要就是那種拍解析度好一點 - 因為我上一代就是我上一次手機是Sony - 其實Sony的畫質也不錯 - 其實Sony不錯,因為我其實早期的時候也是有用 - 用Sony,對,因為那時候iPhone其實大家 - 因為它還是算比較偏向是 - 這個那個比較稍微有點昂貴的消費品 - 真的,這算是手機裡面的收持品了我覺得 - 對對對,當時候是這樣子的 - 但現在已經變成是評價了 - 每人手一機,就是即便你 - 欸,真的很可怕,你在那個上課或上班的時候 - 連那個網路啊 - 你在講說你是用AirPod的人嗎? - 你一打開那個盒子不是就會開始臉嗎? - 然後你就會看不到身邊的人全部都是iPhone一排這樣 - 你要找自己的都有困難 - 找不到自己的 - 所以下次就要設置自己的 - 比如說小白的iPhone - 對,他要很誇的那個名稱 - 這才找得到 - 真的,真的,因為現在大家人手一機 - 那小白之前是用有臉部辨識的那個嗎? - 那你覺得臉部辨識這個功能 - 它是實用的嗎? - 實用的嗎? - 對啊 - 可是現在遇到疫情啊 - 大家都戴口罩啊 - 或是戴墨鏡,沒有啦沒有戴墨鏡 - 不過就是大家當作 - 當大家戴口罩的時候 - 其實你要辨識起來是蠻麻煩的 - 而且你在捷運上啊 - 你知道那個 - 警惠伯伯,不是警惠伯伯 - 反正就是那個 - 帳戶人員管得蠻嚴的 - OK - 一拿下來要準備辨識要說 - 小姐 - 你的口罩戴起來耶 - OK - 所以他其實定義很兇對不對 - 對,定義很兇 - 他比臉部辨識還要臉部辨識 - 他會直接辨識你 - 有沒有戴口罩 - 對 - OK - 這個的確是啊 - 所以等於說其實在捷運上面 - 如果你要做解鎖 - 你就辨識你只能手動解鎖 - 對,其實我覺得蠻困擾的 - 就是因為我的密碼是六碼 - 好像大家都是六碼吧 - 就是他的設定就是六碼 - 然後要點你的密碼 - 其實就是你還要等他辨識完錯誤之後 - 他才會秀那個 - 他才會讓你key密碼 - 對不對 - 是這樣子嗎 - 對,我的手機是這樣 - 所以然後我想說真的是很麻煩 - 就是你要讓他就是 - 要辨識三次 - 然後他失敗 - Fails之後呢 - 他才會給你輸你的密碼 - 所以我不能直接就是 - 我想輸密碼就輸 - 不不行 - 是喔 - 好像滑一下 - 反正就是我每次都滑很久 - 不知道是我沒有很專精的功能還是怎麼樣 - 了解了解 - 大家可以留言幫我解惑一下 - 對 - 所以像臉部辨識 - 其實因為臉部辨識其實是一個蠻 - 蠻這個 - 所跨越性的產品 - 就是說你可以直接用臉部來辨識 - 你不需要密碼 - 等於說其實你的密碼就是你的臉 - 對,有點像指紋辨識的感覺 - 可是又是到另外一個level - 沒錯沒錯 - 對,所以 - 因為像小孩學長自己 - 我現在不是用最新的iPhone - 就是沒有臉部辨識的功能 - 就是iPhone7 - OK - 該換了 - 對對對 - 所以我最近有在物色一下 - 就是iPhone12這樣子 - 對,那不過 - 因為指紋辨識其實還蠻好用的 - 因為我只要手機拿起來 - 我這樣點一下 - 它就會幫我就是自動打開 - 對 - 其實這樣想起來 - 我覺得指紋辨識也 - 也蠻不錯的耶 - 我這樣 - 因為我現在用的臉部辨識 - 大概兩年以來 - 我就覺得說指紋辨識也不錯 - 有點想要回去 - OK OK - 就是比較方便這樣子 - 那當時候 - 因為iPhoneX出來的時候呢 - 我自己就是有在觀光 - 因為大家都說它的那個 - 瀏海鏡頭嘛 - 超臭的 - 那不是我在說 - 對 - 就是它的 - 它的瀏海鏡頭會 - 就是讓你有點卻步你知道嗎 - 因為它畢竟是一個新的設計 - 而且 - 在這個設計上 - 就是以前從來沒有人 - 就是故意就是留一個 - 你知道 - U字型的 - 我不知道小孩自己習不習慣 - 就是看這個畫面 - 我剛開始就是在卡在 - 原來就是它太醜了 - 我不太想買它 - 不過因為又出國了 - 就很需要功能你知道嗎 - 就很需要好的相機 - 你了解 - 那對 - 因為相機功能的 - 牽在手機最方便了 - 對於畫質面那麼要求的我 - 如果大家就是很要求 - 可能就要買單眼了 - 對沒錯 - 對就是我的畫質 - 需要看起來IG上面是好看的就好 - OK OK - 的確的確 - 所以才買的 - 就是如果說是iPhone來說 - 它基本上 - 因為它的價格 - 已經基本上必進一個單眼了 - OK - 就是一個微單的一個 - 一個機種的費用的話 - 其實如果你要選擇的話 - 在價格上面 - 你還是會挑戰 - 就是你不太會再上一階 - 就是一定要買到相機 - 因為相機的處理 - 如果你要輸出照片 - 也是滿麻煩的一件事情 - 所以就是比較不會這麼立即性 - 你要連到你的那個平板之類的 - 然後才能process一下 - 然後才能輸出 - 然後又要修個圖 - 嗯 - 挑一下 - 沒錯沒錯 - 對 - 所以以這次iPhone12來說 - 因為它有出Pro嘛 - 對 - 那這次Pro也有一個蠻重大的突破 - 就是有5G這個支持 - 對這個支持 - 那小白有聽過5G嗎 - 有什麼5Generation什麼的 - 對 - 這個其實就是第五代的這個 - 網際網路的通訊 - 聽說很快 - 比4G快10倍還什麼的 - 對對對 - 滿期待的 - 是很期待 - 但是就聽說就是 - 如果你本來要下載一部 - 比如說電影好了 - OK 比如大家就是想要看一些 - 這個可能一部電影的話 - 大概一兩個小時 - 大概兩個小時的話 - 大概都是可能兩三G的一個容量的話 - 其實就會變成是說 - 你以前在4G的時代去下載的話 - 你可能要下載個20分鐘30分鐘 - 但是在手機的話就很像 - 在5G的話就會比較偏向是 - 我今天就像是看一部短片 - 它就是可能大概一分鐘內就可以下載完 - 哦 輕輕鬆鬆這樣 - 對 輕輕鬆鬆 - 請一個外掛來的感覺 - 對 請一個外掛 - 但是5G這個 - 到底它普及之後大家會怎麼使用 -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影響還是在於 - 就是比如說它要及時上傳的 - 的一些項目 - 比如像我們現在 - 我們用這個網路很多嘛 - 對不對 - 那它下載的東西 - 我們經常用 - 比如說我們要download影片啊 - 下載圖片啊文件啊 - 這些東西很常用 - 可是慢慢的像現在是一個 - 就是全民街 - 是一個creator角色的時候 - 大家開始慢慢上傳一些 - 自己的一些創作的時候 - 那這個時候就會很吃 - 網路 - 對 吃你上傳的網路 - OK 所以5G它是會蠻有效的 - 去解決這件事情的 - 那如果說你未來你要用5G去做拍照 - 或者是拍影片 - 那甚至你在手機上面 - 比如說小白你們去 - 可能比如說去國外巴利島啊 - 拍照拍一堆很漂亮的照片 - 你可能想要當天就做剪輯 - 手機就可以做剪輯了嘛 - 對 - iMovie嘛 - 對 iMovie - 那或者是Adobe - 它自己有出一個 - 他自己的After Effects - 在那個Premiere - 那個是蠻需要技術的耶 - 需要嗎 - 其實其實沒有 - 沒有 - 它其實蠻直覺的 - 它就是一個時間軸 - 然後你可以去怎樣 - 去CUT你要的片段出來 - 所以跟iMovie也差不多這樣 - 對 -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 - 就是可以用手 - 手部來操作的iMovie - 對 - 當然它會有一些細節 - 可能沒辦法調那麼 - 是比較好用嗎 - 還是更細節 - 應該是說它的體驗上面 - 一個是在手機上面 - 可以去方便剪輯 - 一個是桌機上面呢 - 它可以這樣 - 就是也是方便剪輯 - 但是 - 但是 - 我在講的區別 - OK 不要笑 - 我在講的區別是 - 沒有差 - 不是沒有差 - 有有有有 - 手機上面的話 - 因為你的操作是用手指 - 對 - 所以你的手指沒有辦法像 - 怎麼沒有辦法那麼精確 - 對 - 要講的就是這一塊 - 手指粗啦 - 對對對 - 手指你的手指比較粗嘛 - 對不對 - 然後你用滑鼠 - 滑鼠它是一個小點擊 - OK 所以你可以拖拉到 - 比較多細節 - 可是在手指的操作上面 - 它可能沒有辦法那麼精細 - 所以它可以讓你剪輯的片段 - 或者是說它會有很多範本給你 - 比如說音樂的範本 - 直接 - 你可以把音樂放進來 - 直接牽進來 - 直接牽進來 - 對對對 - 用來點點點去 - 對 - 還有一些就是它的特效 - 比如說像我們很常用一些特效 - 那它如果有一些fade in,fade out - 其實這個東西就可以直接這樣套用進來 - 對 - 所以它可以直接做一個就是 - 這個transition - 在這個影片的過渡上面 - 所以 - 基本上手機的使用在5G上面 - 如果未來在操作編輯影片 - 或者是創作上面 - 其實都是一個蠻好加快速度 - 去做一個上傳的 - 那我這邊想問一下 - 那5G在台灣是一個新趨勢 - 不過最近啊 - 就算你去換5G的手機 - 這樣體驗上來講會有差嗎 - 像說大陸啊 - 他們其實5G還蠻怎麼講 - 他們都有設立好 - 就是已經部署完畢了 - 那台灣現在大概到哪裡 - 那如果我拿一個這麼好的功能的手機 - 那我如果沒有辦法用 - 蠻可惜的 - 對 - 我這樣比較想了解的是 - 大概台灣5G多方便 - 就是如果我拿一個手機 - 我拿一個iPhone12 - 然後就到屏東 - 什麼東西都不能用 - 如果是 - 我沒有在說屏東怎麼樣 - 對 - 你這樣會引起所有屏東 - 我是屏東人 - 我是屏東人 - 你是屏東人 - OK 小孩是屏東人 - 所以以目前來說 - 如果可能 - 比如像小孩是屏東人的話 - 可能目前真的還沒有那麼推薦啊 - 因為畢竟這東西還在佈局中 - OK 那以如果是你真的想要體驗5G機種的話 - 建議還是到比如說像台客大門市 - 或者是中華電信門市 - 你說直接在外面嗎 - 通常是裡面 - 但外面收的到啦 - 可是通常裡面它才會有更高的速度 - 因為其實5G它用的是更高頻的訊號 - 對 - 它又是用到另外一個這個頻率區間 - 去接收這個訊號嘛 - 所以我們就知道說如果你要去的話 - 它其實會有就是所謂的距離性的問題 - 對 - OK OK 那如果你去太遠的話 - 其實它也沒辦法正常傳輸 - 所以等於是說如果真的是要體驗到5G - 只能去他們的門市 - 沒錯 OK 之前九面也有做出 - 做一個5G測試的影片 - 就是說你今天是在這個門市 - 跟你今天去各個地方 - 像美麗華啊 - 或者是說這個東區啊 - 去實測它的那個速度 - 其實以現在來說如果你沒有在布點的範圍內的話 - 基本上速度 - 當然還是有比較快 - 比較快 - 但是會有這個 - 還沒辦法到它的級數 - 就是說比如說像是 - 我們一般可能大概光世代 - 三百米差不多 - 但是你用5G可能Lay到一千 - OK OK - 但是你可能到這個門市 - 你才有機會達到這個速度 - 但是你到其他地方可能沒辦法 - OK - 對不對 - 你這個時候買那個iPhone12 - 那你可能就要享受一個沒有上網的時間了 - 欸沒有我只要回屏東 - 因為我們是住那種比較偏 - 比較怎麼講 - 偏郊區 - 嗯 - 所以基本上只要帶手機回去 - 都是沒有用的 - 不管你帶什麼 - 就是你不管是台灣大哥的 - 還是中華電信 - 都是沒有用的 - 嗯 - 都沒有訊號這樣 - 都沒有訊號 - 都沒有訊號 - 哇 - 那這樣子小白回家的時候 - 就是比如說 - 清幽 - 清幽是不是 - 看那個看樹 - 然後看田 - 看看樹 - 看夕陽 - 看看夕陽 - 背後有小河 - 然後跟狗玩 - 喔 OK - 就回到一個蠻純樸的生活這樣子 - 對 - 其實大家也推薦大家就是 - 有時候網路其實它帶來的方便 - 但是它也讓你帶來一些 - 比如說資訊上的一些這個焦慮 - OK - 真的就是太大量的數據 - 其實對於人來講是個壓迫感這樣 - 沒錯沒錯 - 對 - 那如果你自己想要就是 - 比如說你這次你想要換iPhone12的話 - 其實可以參考剛剛提到的就是這個特性 - OK - 那當然它自己在iPhone12上面 - 它的一些硬體會有提升 - 比如像是它的這個前鏡頭跟後製鏡頭 - 又做了一板提升 - 對不對 - 對 - 那當然因為小白學長本身沒有在拍照啦 - 所以就是我都幫別人拍 - 沒有要求 - 對我都幫別人拍 - 都這麼好 - 對對對對 - 我自己比較少拍自己 - 但是我都會幫別人拍 - 所以如果別人有要求我才會去要求 - 對對對對 - 那iPhoneX的話 - iPhone12的話呢 - 除了剛剛講到的它的前後鏡頭以外 - 另外它我覺得它還有一個比較蠻吸引小白學長 - 就是它的這個處理速度 - 因為它的這個核心軟 - 這個有提升 - 那再來就是因為小白學長經常會需要做 - 比如說可能多工的任務 - OK的時候呢 - 這樣是什麼樣子 - 多工任務是什麼小白不小白不清楚 - 我的理解我會覺得說你可能開很多分業吧 - 喔其實差不多是這樣意思啊 - 就是說可能比如說你同時開很多app - 字口我很長 - 而且還要那邊刪有沒有 - 就是要一直把它滑掉 - 要一直把它滑掉 - 對對對對 - 然後可能就是另外就是你可能要處理東西 - 或是下載一些東西的時候 - 那這種就是屬於多工任務的一環 - 那對於這個CPU比較高的時候 - 它運算處理會比較快嘛 - 對不對 - 所以它在處理某一些需要去做運算的時候 - 它就會這個 - 比較快速 - 對比較快速 - 所以我會非常重視這一個部分 - 對但是因為其實也剛剛提到就是說 - 因為其實這iPhone現在其實速度已經快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- 其實它的差異性就不會顯得那麼大 - 對在使用者體驗上面可能就不會這麼顯著了 - 對沒錯 - 如果說未來有機會開始再處理一些AR跟VR的項目的時候呢 - 可能會用iPhone用到5G的部分會比較多一些 - 對對 - 對對 - 那這樣子是不是說可以先不要入手啊 - 就是如果iPhone12 - 如果AR VR還沒有進 - 還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的時候 - 然後還不是買點嗎 - 買點 - 買點 - 對啊買點 - 就是你要跳進去買 - OK - 基本上如果還不是這樣的情況的話 - 就是目前你會用到這麼高的下載速度 - 或上傳速度其實還是比較少的啦 - 除非如果你本身是有在做直播 - 或者是說 - 直播主 - 對直播主 - 或者是像我們一樣 - 比如說我們在做一些播客 - 對 - 那你可能會需要處理到比較重編輯的東西的話 - OK 那你可能會需要 - 可用手機編輯可以用手機編輯Podcast嗎 - 手機也可以啊 -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就是可以用PR的方式去剪 - 只是說你可能一邊要聽一邊要去做 - 比較小 - 比較吃眼力這樣 - 對沒錯 - 眼睛要很好 - 小白眼睛好嗎 - 還好耶 - 你有近視嗎小白 - 有 - 不過還不會影響到日常生活 - 真的喔 -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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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所以如果說你的本身的這個狀態 - 就是說你可能在這個規格上面啊 - 跟小白學長一樣就是 - 會要求但是可能已經到了 - 就是平常日常生活可以使用的話 - 那原則上這一次的申請呢 - 不一定會是一個推薦的購買方式啦 - 對 - 那再者就是說 - 這一次有5G的需要的話 - 有可能就會是一個蠻好的一個去購買的一個動機 - 對 如果你需要那種運算速度比較快的話 - 嗯 - 可能就比較適合購入現在的那個iPhone12 - 沒錯 - 對 可是我這邊看到的是iPhone12好像沒有就是 - 沒有一些重大的突破是不是 - 因為我在上一代啊 - 就是我在看11跟12 - 像我朋友其實也有幾個拿11 - 其實蠻多的 - 我身邊的人 - 我真的被11圍繞 - 呵呵 - 被11圍繞 - 真的很可怕 - OK - 我這個10都倍感壓力 - 真的喔 - 對 然後在看他們的11好像也 - 跟我的10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- 我自己是這樣看 - 自己是 - 我沒有觀察到比較顯著的差別 - 除了螢幕變大啊 - 然後他們的手機比較新之外 - 對 - 那小白學長怎麼看說iPhone的眼鏡的 - 嗯 怎麼講 - 應該說 - 你會覺得說iPhone到現在來講 - 有哪些重大的突破 - 或者是iPhone12有沒有重大的突破 - 讓你心動 - 除了5G之外 - 除了5G之外 - 有啦 它有出了一個新的顏色嘛 - 對不對 - 這個顏色是藍色 - 你知道那個太平洋藍嗎 - 對 - 這非常fancy的名字 - 一定要取個太平洋 - 那個那個 - 那個Apple就是會做這種很品牌意向的 - 的推薦跟推廣啊 - 而且它從我忘了是第幾代了 - 就是開始在強調說他們有不同的顏色 - OK 但實際上機種是類似什麼 - 它就是要打一個繽紛色彩的系列出去 - 對 我覺得應該是看到他們競爭對手 - 也出了不少心動的顏色吧 - 對 沒錯 - 我想說連外觀上都要來個較勁 - 對對對 - 可是我聽到人家說iPhone12 Pro的那個太平洋藍 - 滿像垃圾桶藍的 - 你知道這個新的嗎 - 的確的確 - 誰來自己看過這個嗎 - 就是這個顏色 - 有啊有啊 - 因為我媽其實就是在購入那個iPhone12 Pro - 喔真的嗎 - 她買的是金色的 - 喔OK - 金色其實蠻多人會買的啦 - 因為聽說金色有經過特別處理 - 因為聽說金色有經過特別處理 - 喔真的喔 - 嗯 - 什麼樣的處理 - 不知道 - 就特別的處理 - 妳看金色來說 - 其實我自己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- 呃我覺得 - 現在聽過審美觀的部分了 - 我自己覺得如果我會想買的話 - 可能綠色會比藍色好一點 - 對我也覺得綠色 - 因為現在綠色其實蠻流行的 - 對啊對啊綠色蠻流行的 - 墨綠墨綠 - 嗯墨綠的那一種 - 還不錯 - 就是因為白色跟黑色是經典款嘛 - 嗯 - 對那大家看久可能就不太會想說 - 欸要跟就是在購買同樣的顏色 - 或者說很容易跟別人撞擊 - 那你買綠色我覺得還不錯 - 還不錯 - 藍色的話就是這個塑料桶嘛 - 對不對 - 那金色的話 - 對 - 金色的話也是一個蠻經典款的啊 - 其實它那個金色其實 - 我自己覺得蠻有質感的 - 嗯 - 就是跟 - 就是它是比較經典的顏色 - 然後大家比較安全牌啦 - 嗯 - 對 - 我真的想問一下小白學長 - 你覺得啊 - 現在 - 現在在Cooker Cookers嗎 Cookers的領導家感覺很會主菜 - 是不是 - 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想說 - 欸他是不是料理師 - 料理長你知道嗎 - 企業的有沒有 - 空降料理長 - 對對對 CCO - CCO - Chief Cooking - 對 - 對 - 好那 - 那如果在就是現在的設計 - 就是現在Cooker - 領導家的設計 - 這長現在這樣 - 跟之前那個賈博斯的 - 就是那個樣子 - 你知道嗎 - 可以放口袋 - 就是可以放口袋大小 - 其實我蠻喜歡賈博斯的經典款 - 就是它那個時候 - 現在你在用的這種嗎 - 呃不是 - 這個其實已經比較後期了 - 改過了 - 改過了 - 對 - 當然它的設計還是一樣啦 - 但是基本上 - 因為它大很多 - 而且我這個是plus - 所以你看比較大 - 那如果原本的話 - 大概可能知道 - 就是它的可能 - 五分之四吧 - 這樣子 - 然後 - 我當時候我就是用 - 我的前一機就是iPhone5 - iPhone5 - 對 - 所以那個時候 - 其實也是賈博斯的設計 - 算是它的最後一代的 - 就是它參與設計的一款 - 所以你是 - 想要紀念賈博斯 - 所以才去賣的嗎 - 因為那一代好像賣得不太好 - 是是是 - 那一代其實銷量並沒有特別好 - 不過也是因為其實賈博斯 - 它本來在 - 就是它本身的魅力光環其實是蠻大的 - 然後再來就是說 - 其實iPhone本來在當時候 - 它在進軍到手機市場的時候 - 它就算是革命性的產品嘛 - 它還有一張圖是 - 就是把手機放在那個 - 那個屁股後面 - 然後這一張圖 - 很經典 - 對很經典 - 就是它在上面 - 它是從屁股裡面拿出來的 - 跟大家介紹說 - 屁股 - 一股就是屁股 - 然後再加上什麼 - 黃金的一些色彩有沒有 - 就真的跟閃閃發亮 - 買那個金色的朋友啊 - 對對對 - iPhone 5的金色的朋友 - 對我們就是 - 被這一股味道跟這一股魅力吸引了 - 好可怕 - 我們就刷下去了 - 不過以賈博斯那個時候 - 它來做 - 它當然因為它也很自然的這種 - 現場演出的魅力 - 所以當時候我用iPhone 5 - 我就覺得有被它這樣子 - 算是 - 理念吸引到 - 理念跟這個跨世代的一個裝置所吸引到 - 對對對對 - 那以現在來說的話 - 可能就 - 目前就會變成是說 - 每一代我們就會在期待說 - 它們有一些進一步的更新 - 所以就外觀上你覺得 - 你喜歡以前還是現在 - 就是喜歡放屁股的 - 還是喜歡 - 可能有瀏海 - 欸 iPhone 12有瀏海嗎 - iPhone 12 - iPhone 12也有吧 - 真假的 - 我還以為他們會把它去掉 - 有有有有 - 趕緊來查一下 - 有有有 - 這個就是它經典款的啦 - 那你喜歡瀏海還是喜歡一些 - 其實瀏海看久了就會你知道 - 欸我是覺得東西醜了看久就會習慣 - 對對對對 - 是不是嗎 - 對對對對 - 我現在覺得蠻漂亮的 - 對 - 是對自己的手機蠻滿意的 - 蠻滿意的 - 所以已經慢慢的被 - 很可怕 - 慢慢的已經被那個通話了 - 對 以前就覺得它很醜 - 但是你知道人就是這樣 - 就是體驗習慣就會變成是一種 - 習以為常的 - 這種常態的感覺 - 就是如果它今天去掉 - 感覺它有點不習慣 - 對沒錯 - 所以 iPhone 12 - 目前的話我自己也有在考慮中 - 對考慮中 - 好 - 那大家如果也有想要購入iPhone 12 - 或者是說想要慫恿 - 用小白學長購入12的話呢 - 也幫我們以下留言 - 來怎麼講 - 慫恿支持 - 慫恿一下 - 欸不用慫恿啊 - 大家就是 - 不要慫恿嗎 - 對一人一杯咖啡 - 誰理你有沒有 - 還要說誰會支柱你買一個iPhone 12有沒有 - 大家要理解就是說 - 我們為了要給大家 - 更好的Podcast的品質對不對 - 不一定要支持小白學長 - OK 那個小白現在 - 有沒有想要購入iPhone 12的打算 - 我還好我還好 - 你還好嗎 - 對 - 要衝看你 - 現在現在就是 - 沒有就對了 - 好沒關係 - 那到時候如果這個 - 有那個 - 底下如果觀眾支持的話 - 那我就先購入了 - 哇 - 不行 - 要先來投入我們的Podcast - 對對對 - 就是升級器材的部分 - 對升級器材的部分 - 好 - 那如果喜歡今天的內容 - 也不妨幫我們在那個 - Spotify可以評論嗎 - 好像不行對不對 - 可以幫我們在First Story底下呢 - 幫我們留下評論 - 然後也點擊 - 五星 - 五星 - 對對對對 - 然後幫我分享給這個 - 也有一起在這個了解科技新知的一些朋友 - 或者是想要換iPhone 12的朋友 - 可以給我們一點建議啊 - 對 - 好 那今天差不多就這樣子喔 - 好 - 那小白跟小白學長 - Say goodbye喔 - OK Say goodbye - Bye bye - Bye bye - See ya - See ya - 再見